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各种执着嘛 有的人喜欢有水度 有的人光度 有的人过耳 就是通过各种能量 就是说可以普度众生 可以度脱众生 但最根本的一个还是功德 功德还有就是理念的正量 就是一个老师的上师的正量 所以需要开光啊 或者需要一些 佛学的正如空性的正量 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在我们人力的意识 你根本想象不出来 佛菩萨的那种聚会跟富贵 富贵当然是指的空性的正量 不是指的人世间 拥有多少精切的问题 就是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在空性这儿 在越觉境界来 所有的注射 真的是三千大千世界 如片云点太虚拟 只是一只蚂蚁 有蚂蚁的执着 它有它的执着 但是向往美好 向往快乐 其实我觉得每一道注射 都是这样的 希望你苦得乐 这是任何一道注射 都希望能够获得的 就是不苦乐 所以超度台 是时空里边的一个产物 因为它是有形有相的东西 你看它是时空里边 但是它用了金字塔的 上面的一个 上面巨织的一种能量 大概更多的是一些 诸佛菩萨 七七诸佛菩萨的一种价值 有一部分是能看得见的 外在的 有一部分是看不见的力量 在亲爱 看不见 对 还有一些周围的 还设定了一些护士 它是有结界的 在周围里 是看不见的 如果在有形的看到 有美的金刚菌 这些 它用了密宗的一些东西 超度一些堕胎的亡灵 因为现在中国 堕胎的婴儿很多 就是堕胎有计划生育 还有就是 我们吃了大量的动物 因为这些动物是有怨气的 你知道吗 它们有感情 它是有神经系统 有痛感的 所以它有抱怨和秤恨 你不能说它没有 它恨 它真的是恨 然后它虽然找不到 那个冤有头 再有猪 它有的记不住 不知道是 甚至有的猪啊 这些牛啊 它离死的死亡 你那一刀插进去的时候 它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它无名嘛 它愚昧 它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它知道痛苦 就像一只猪被放血的时候 到一只牛或者是 它的眼神是愚昧的 它不知道 有的知道 有的知道要被杀了 它真的会哭啊 有的不知道 天气还开开心心的 或者是吃啊 玩啊 睡觉啊 薄薄皮的那些 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一例 离苦得乐 真的是每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人力 我们虽然是学佛的 我们也很善良 大家都正身正义 努力地享受空性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边 这种苦难无处不在 这种苦难可以说 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的苦难无处不在 人力还有战争 瘟疫 地震 灾祸 就是旦喜祸福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病人 就是我们的同力 在医院里 找出病情的折磨 生不如死 是吧 上帖 叫帖 帖 不管是看到我们的同力 还是看不到的地狱猝士 地狱道 恶鬼道 还有出生道 我们看得到的出生道 出生道其实很多问题 还是我们人力制造的 是吧 是我们这些善良的人力制造 虽然我们也无能为力 是吧 六道众生解脱不了 是吧 既然有形式 就像形式上的救度 就像一种有时候 虽然不能彻底的 让这些动物 或者是一些亡灵 突然借到空虚 通过这种 但是呢 他也给了一份清凉 就是说 形式上的救度 就像你很痛的时候 给了你一种麻醉剂 就是说你会止痛 比如地狱道众生 到看到光明射入的时候 地狱道众生 不管多苦 送接会安息 就是从痛苦中 有片刻的觉得 因为那种 就忘记了身体的苦 就是说他没见过阳光 有的众生 就是佛光照过去的时候 一下子全身的痛苦 那一刹那消失了 他会有片刻的清安 就是 虽然那些都不是彻底的觉醒 他可能还会轮回 还会继续受苦 没完没了 但是这些都是需要的 就是说 有时候做一些法事 或者是一些 虽然是空花佛事 因为这不是根本救度 就在根本上 每个众生的本质 都是空性 都是如来 那我们也是因为执着 才失陷了这些 六道轮回之下 但这种轮回对我们 如此真实 在我没有觉醒之前 它是真实的苦难 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算是 一些杯水车型的 一些救度 哪怕是个麻醉 要止疼片 也是需要的 而且这个超度台 基本上是接引 就是说希望它能够 过渡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一个接引 所以它里面更多的 有阿弥陀佛 有诸佛菩萨的一个加持在里面 我相信会帮到很多 很多众生 而且这种超度台 它随着它在地球上 存在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也在观察它 它的救度力量越来越大 它也是越用越灵 这是个形式 也可以接新缘 是吧 只要你信佛 就可以跟诸佛今天开始接约 即使你生生世世没接过约 但是你今天 因为苦难 突然一念产生了 我要信佛 我要跟这佛解脱 解脱之念 因为佛是我们的本心 就算是恶不恶的人 他除了不信我 他的本性也是如来啊 佛伟大的就是这样 因为它是我们每个众生的空性 是每个众生的本性 就本来样子 知道吧 我们是空性嘛 用来叫空性 它不像其他宗教一样 它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 需要我们去信仰 去跟它相和 或者需要被它帮忙 佛是说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是一样的 这是释迦牟尼 你跟我是一样的 只是你现在迷失了 你忘记了 你迷失了你自己的本性 就本来的样子 你找不到了 是吧 就活得这么憋屈 活得这么渺小 所以 所以所有的人到最后都会学佛 不是说他会信仰佛教 是都会找到他心里的归宿 而任何一个生命 他只要寻找心里的归宿 寻找生命的意义 他就会接触到释迦牟尼的智慧 地球上 接触到一种佛的智慧 而不是说他即使不信仰佛教 都没重要 他会接触到他的智慧的那种言说 因为游离人道的诸实 是通过听闻言说 这些文字啊 来去开悟的 所以他会接触到这些知识 而其他的众生 可能通过接触光芒 接触功德之水 你看极乐世界一进门 就有大功德尺 就是功德水 因为重视是连换化水 不需要在功德水里边浸泡 那极乐世界等于就是 阿弥陀佛发跃戒力期 就像我们人道很多 人力 假如说有一个大富翁 很富 他在建了一个很大的庄园 庄园里应有尽有 什么都有 而且在庄园里边 有说法的 可以学佛法 然后他邀请你住在他的庄园里 而且没有条件的邀请 就是说他里边有功德水 什么你去他那儿 在莲花化身 就他的功德水就行了 你就不会说 就像我们在人道 休息还缺个资粮道 你还得去赚钱养家 你还得养活自己 吃饱穿暖 你才能学佛 说没有资粮道 你说现在我们饿的肚子 我们怎么学佛 就像恶鬼一样 找面包去 面包吃饱了再说 所以在极乐世界 就不需要有这种想法 而很多我们的 所有的超度胎的界列 也是希望那些恶鬼 或者是其他到众生 当他进入这儿的时候 他接触到的是一个 最极乐的境界 你看有光有水 还有火 他还要头绪做火工 什么的这些 就不对 有些众生他会有不同 他喜欢这个 他喜欢火 他喜欢水 他喜欢什么 光明 因为这些境界 在其他维度 众生跟我们看见 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幻境 像极乐世界的一样的 一个幻境 他其实不需要说 他需要一个 设计这个东西 或者是 开光的这个老师的功德 走劝的时候 他需要功德在里面 这就像极乐世界 是需要阿弥陀佛的功德 没有阿弥陀佛的功德 极乐世界不会显现出来 就算你照着极乐世界 建了一个 那也不叫八功德水 知道吧 需要极乐世界功德滑现 才能够起到作用 所以我们要想帮助 更多的众生 首先要自己圆满 功德圆满 前方的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